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这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谈解 住家的环境 住家周围的环境 无论是前面 左边 后面 这个若是有弊刀 或者乌吉萨 或是房子 像冲 或是 大楼 像一支刀砍进来的时候 被砍的这一栋 百病重生 我们一定要注意 若是有发生了 我们就要按镜子 圆脸的镜子 现在初一十五的中午 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用镜子中间贴一个红纸 圆脸的红纸 照着太阳 让我照一分钟 让这个光照到 射进来的壁刀 或是乌吉萨 或是相中 或是墙角 或是相中塔尖 这都是回光 让他缓照 化煞 也不影响到周围的人 然后把他安上去了 你就放在那边就好了 因为射进来的煞 很厉害 也许你那个镜子会破掉 破掉你是在换 再按上去 那就可以减少 这个灾害和灾秧 所以我们以这个图例 这是一栋房子变像这里 后面 这是一栋房子特别高 单独一只刀子 像壁刀的方式 来射进来 首先所伤到的是后脑 双道是腰 在北方是伤肾 在东方伤肝和伤脚 在南方伤眼睛 在西南方昆芳 就伤胃 伤女人伤胃 这个依照八卦的方位五行 他都会伤到人的 身体 若是你在西边 就是伤到少女 在东边伤长男 在最后面 不只是长男 我们的家族人 都会受到伤害 尤其我们大楼 旁边有这个乌角 或者墙壁 臂刀来相射的话 也会按照他的方位 来伤人 这个磁场是乱的 那我们住在里面 环绕就来了 所以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 这个你说迷信吗 可以自由去想象 但是病就是病 你有兴趣去医 那你就是医 若是你了解了 和一起来防范你未然 来化煞为全 所以我都一直鼓励大家到 我们过分室道场 都有在开课 你们来学道 来修行 还有更多更多的庙华 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祝福各位